白三位東方 進行今季的最後一場賽事 這一場也是寶賽 特別安排在港澳佛製賽作為聚幕戰 聲道方面 由於有些香港隊的代表去了南韓比賽 所以他們也起用了四位新手 進行甲組比賽 起腳這位二十號是梁志驅 其中一位新手 摩亞就在底線那裡已經得住古靈聰 急轉身轉得很厲害 進來中間的時候 東方龍門劉子亮拿到球 但是再射的時候 又是被羅拔士刪到球 見到射球就是馮凱文 繼續比賽這個過頭球 一斬出來馬上升到後位拿到 好 在禁堆踢上去 這個球很可愛 原來東方有一個球員 黃志輝受傷 躺在禁區六馬點那裡 這個球射過去 省了新的改變方向 沒力量當然不進去 不過看上去的鏡頭也挺可愛 摩亞森一拿 轉身再勾過去 但是可惜這個球 被東方龍門劉子亮 是救出的 射球又是梁志驅 打到上場還有三分鐘 完場的時間 東方有一個突擊 波落在李斯明的腳下 李斯明也沒有其他隊友可以比 所以他一直在想辦法 最後推到禁區 偏右的位置起腳 結果被射入打開了紀錄 時間是上場的42分鐘 這個球員 這個球員也有速度 有個人的突破 當然也加上最後那個腳 射球有力 希福特拍到也是入網的 希福特被東方的新人 李斯明射這個球 他自己都覺得好沒有忍 上半場東方就以1比0領先 升到的 下半場穩定伸達 那個球是漏油 被人偷倒 黃耳民第一時間 窩裡抽過去 希福特這個球救得漂亮 立即擋出底線 另外東方的罰球 羅拔士斬到中路 看到尼爾一頂 落地再彈起 又是很漂亮的 可惜也是不中龍門的 輪到升到的高空波 看看馬錫飛在那裡又怎樣 光頭這個就是他 但也頂了網邊出界 終於升到要等到 在下半場的26分鐘 一個球開出 穩定伸達一升起 一場賽事 才打開勝利之門 東方在第二階段的聯賽 終於等到最後一場賽事 才打開勝利之門 好二通對南華的比賽 穿起白褲的 左攻右的就是南華 這場對南華來說 勝負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他們贏過的話 就可以奪得第二階段的聯賽冠軍 日後六月八日 將會跟法逆通爭奪 今屆連賽的總冠軍 相反來說 好二通就無關痛癢 這場賽事 勝負真的無關痛癢 好, 李布倫一頭進來中間 基寶被人壓住 鑑租起右腳 這個吳振聰 合時回來壓住基寶 但是基寶起了腳之後 似乎被吳振聰撞撞撞 好, 繼續比賽 仍然南華的攻勢是多一點 這個球是… 勇偉輪也是被對方壓住 有奧力壓住之後 起到腳, 可惜射斜了 好二通的進攻 這次看右路來不來, 行不行 過了過了過了, 出不出到 勇也不行了 出得漂亮有機會 這個球是怎樣 撈起來 李武倫射高了 這個球員就穿這場球的 好二通的球衣 來屆將會穿上南華的球衣 這樣勇跌了譚乃士 這個球員應該是十二馬 好, 沒錯 這個勇力那麼… 勇力那麼粗勾跌譚乃士 這個勇南等的球迷很緊張 好二通的球員就說在界外 看不到, 我們真的看不到 遮住 那球證讓我們清楚 說在界內 因此給藍華 譚乃士急步倒進去 就掃把腳托了入網 一比零 藍華平直這個十二馬 由譚乃士首先打開紀錄 還有攻勢, 歐蝟倫 鑑躁起腳一石 托到 基利托出之後 接著就是李福榮 再打一腳就解了為先 藍華監的球 托完歐蝟倫 一側一側過來托完球 這個李健和 一頂這個球 鄧志明 被對方一掛掛到這邊 鄭紹聰 及時尾指刃到這個球 有沒有 二比零 藍華兩球球 這球是優健威 就是有一個刀掛 把球一掛, 掛得很漂亮 掛到漏到遠處 被蔥仔打進去 二比零, 藍華領先 看來藍華拿這三分 絕對沒什麼困難 因為賽事已經進入下半場 看譚乃士怎樣 一避避過了, 接著起腳石 這個球剛剛柱邊出的 好, 藍華市今年的季中 大念時間受傷 好, 看看好意通方面 鄧志明壓到底線 壓全然出來中間 跳起一頂 但可惜了 這個球是李布倫 又一次沒有辦法射中龍門 李布倫這個球員就是這樣 很多時候 完成了門的腳 就是最頑皮的 好, 歐慧倫 又被我力得住 一送過來這邊 充滿了他 竟然間 鄭曉聰殺了禁區 用左腳輕輕彈交 搞定了 3比0 鄭曉聰替藍華射到3比0 這三分都穩陣了 當時只不過是 下半場有9分多鐘而已 很快, 藍華已經穩定了勝局 相反, 好意通就有點像 洩氣的皮球 因為明知道追也沒用了 接近現場階段 大家看到鄭曉聰再起腳 這次大微球飛走 說得之外, 射低一點 鄭曉聰今天可以大以武之氣法 好, 暫時還不可以 和仔在中間拿回球 看一看右邊有準身狼哥 十個陪, 他說交給你了 看看陪仔怎麼做 這個球看來倒進去 沒錯, 很高的這個球 會不會倒進去呢? 不會, 這個球也是打周龍的後面 好, 看看好易通的進攻 好, 林慶倫在中間拆動 接著Joyce方的直線給李布倫 李布倫是五時鐘韓著 沒有過來抹他 立即起腳 但是這個球被威娜救到 好了, 李健和第一腳也踢不到 第二腳加一腳給歐維倫 歐維倫是胸口嗨嗨的 接著就快射了 結果又被基尼救到 自從藍華贏了三球之後 接著沒辦法把球送入網 最終他們在這場賽事 都是贏球, 贏了3比0 而最後我們就訪問了韋哥 他將他面對快逆通的一場聯賽 總決賽他怎樣面對呢? 這場球大家都要爭取勝利 因為這個是總冠軍 到時我們一定是盡力的 因為這個是今年度的最後一個錦標 大家都想贏了他 韋哥, 其實藍華現在陣中的雙兵的情況是怎樣呢? 這些雙兵會否影響你的部署呢? 現在到貴尾都叫做好彩 只有雙兵就只有我們的中堅 歐拉里奧 其實邱健威就對了 雙魚出來踢回 受傷的問題就沒甚麼了 就是狀態 本地射手榜 科士打23球 高具榜首 看來這個神射手都非他莫屬 歐維倫是第二 第二階段本地聯賽形勢 藍華30分 是肯定是綁手的 那麼法律通第二 好彩通第三 我們好聊 阿 阿 阿